什麼現場 這幾個 剛被轟炸過了 轟炸 什麼 有時候下面都亂塞 然後上面故意放很多 也被發現了 我需要做到一件事 就會確保要不要 它隨時如果需要開到第四咖 我就把它組配好就好 一 二 三 四 五 你要到幾個包 五個 五個 有這麼多種 所以有人送你的行李的話 你就可以趕快發現 然後都會上傳到警察官 即便它這個拿走都沒關係 帶來到了福哥 我是阿梅 今天要來 整理行李 好 簡潔有力 有沒有 因為你常出國 粉絲說要知道你都怎麼樣去規劃你的行李 怎麼樣打包 首先就是會先知道去哪一個國家 然後再就會知道那邊的天氣 所以我會依照他們當下的那個氣溫 然後來來準備衣服 好 對 然後 你看你現在把它全部講完了 你不是要邊整理邊講 對 OK 那我們就來開始我會準備的東西囉 好 GO GO 好 跟大家來看看現在的 這什麼現場 這是一個 剛被轟炸過的現場 被轟炸 沒錯 我剛已經先把那個出去玩 我們大概這次會去到三週 所以就是我準備了大概三週以上的衣服好不好 就是都先搭配好了 然後呢 我都會分就是連身一區嘛 然後下半身一區 下半身在那邊 對 就是分區 然後我會一區一區放 那只有我看得懂好不好 吳哥看不懂 對 所以我必須要自己獨立一個行李箱 沒錯 然後我通常會先把那種不怕皺的 就先放在最底下 不怕壓的 好不好 請搭配音樂 謝謝 好 不皺的 不皺的 先走 先走 對 好 那這邊跟你們提醒一下 我們這一次為了去義大利 我們特別買了 蒸氣運動 對 然後他 這個 只有我知道在哪裡 這邊一團亂 然後因為 你知道嗎 我之前去韓國跟去哪裡 巴黎島是不是 好像是 我的蒸氣運動 整個就是 每次回來都維修 然後維修到 我那個 對廠商有點不好意思了 所以我們就這一次 就在網路上買了一個這個 就是一百一跟兩百二個的電壓 都可以使用 然後我就要帶他出國 希望這次就是不會發生那個 又壞掉 對又壞掉的事情 所以這個對我來講很重要 不會皺的 他也是不會皺的 對不會皺的 那他因為是電器類 我會把他放在那種 衣服堆裡面避免中 對 OK 你是不是下面都亂塞 然後上面故意放很久 哈哈 也被發現了 這邊就是 我剛忘記提醒你們 因為你看我們去到可能三週嘛 然後 越晚穿到的衣服 可以放越下面 因為我大概有一個走秀的schedule 所以大概只要拿著衣服 我會先穿 很好很好 有在計畫的 有喔 有有有有有 不錯 對對對 然後他在整理的同時啊 我只需要做到一件事 什麼 就會確保要不要 他隨時如果需要開到第四咖 我就幫他準備好就好了 哈哈 真的很貼心 我好像也不能做什麼 我就是靜靜的等 現在是在 下半身的部分 也是先把那個不怕皺的先把它放在最下面 那我問你 有問題 好 如果說是不會皺的最下面 對啊 但是卻是最早會需要穿到的怎麼辦 就這樣直接拉 所以你早晚穿沒關係 早晚穿沒關係 OK 反正不怕皺的在哪裡就是拉起來就好 1 2 3 4 5 你要帶幾個包 五個 五個 可能還會有一個 這麼多個 有一個另外一個是小包包 會帶那麼多的原因是因為不同場合 可能需要 像那個機場的包 我覺得要拿輕一點 然後好裝的 然後他也是有點安全性嘛 這個可以把它扣起來 然後重點是他有好搭 所以機場會帶這個 然後呢 這個就是因為人家說 義大利那個 他手可能有點多 然後想說 那就背一個沒有logo的包 那這就是沒有logo 然後他裡面又有一個拉鍊帶 雖然他是有點透的 但就覺得是安全的 對 但還是要小心啊 就是一下這樣夾緊 包好 對 包好 對 然後再來就是海邊的話 我就是想要背這種草邊包 搭配Bikini的時候可以裝 然後容量也蠻大的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會帶的原因是因為我怕我們行李箱爆炸 就是回來時候會買東西或幹嘛的 我覺得這個是很輕的 然後就可以摺起來 然後放在行李箱 是不是還不錯 然後這個的包 我是每次都會帶 因為Bikini會帶比較多嘛 然後我就會用這個裝 然後就是一包整個放在行李箱裡面 那如果真的買太多東西 有需要用到這個包的時候 他就會出動 對Bikini就全部放在行李箱裡 然後這個男生杯我也覺得很不錯 因為就飽飽的嘛 這通常都是去東南亞 然後要回國 最後一天要買泡麵的時候 他會出動 對就是買一些零食用 因為他這個真的摺起來很小一個 後來就一大袋 購物袋 然後又清 OK要準備 這邊也差不多囉 對 然後出國我們去海島國家一定會帶的是那個拖鞋 所以大概我預計是帶可能一雙拖鞋 跟一個夾腳拖 然後我再有要不要帶一個那個 那叫什麼休閒鞋 因為我們會逛一些他們的古蹟啊 什麼什麼的 我怕會走太久 我們預計帶四個草帽 然後草帽再放的時候 就拿一個不怕皺的衣服吧 把它這樣子放在裡面 塞爆 塞爆對 帽子才不會被壓 像買這個之前還要叫什麼Sport 然後現在叫Trunk 好處就是可以放這種厚的 像滑雪的安全帽 也都可以裝得下 很好用喔 對 它容量真的比較大 對 胖胖香 就把它放在你看帽子邊緣 都給它補起來 還想放俄羅斯方塊的音樂 哈哈哈哈 來出門走秀記得要帶飾品包喔 我的飾品包都這樣收拿 我覺得很方便 就是搭配服飾 然後因為它這樣子就不怕撞了 金屬物 有些比較貴的啊 為什麼你就可以直接這樣放在這裡面 然後這一包是保養品 因為我們這次去也三週 所以我保養品都帶大罐了 我很怕突然沒有 然後另外一包我們是有帶那個 注曬啊油啊什麼的 然後有點像那種油的東西 你就很怕這樣灑出來 所以我們會再用一個塑膠夾鏈袋裝 這就是有那個擦身體 我覺得這個很不錯 擦了身體會亮亮的 然後它是天然的油的成分在裡面 然後這個我也覺得很好用 就是在那個 Crabby 對柯比島買的 有防曬 然後噴出來是像椰子油的那個防曬乳 我覺得很不錯 好用 有去到那個Crabby的給你買 它是蘇美島的品牌 然後再來就是我在網上買了 你知道我買了四五支 對海洋友善的防曬 我發現這個是最好用的 我自己測試了大概 一支都測試大概兩天左右 然後我就覺得 這塗上去也不會白白的 擦起來是蠻清爽的 所以我覺得我會戴這個 它有S50加 然後PA加加加加 這個我覺得可以 因為它我比較黑 然後這個的話其實就比較不會那麼白 對 Carnival的 沒有業配 沒有業配自己買的 然後很重要的是 對 對啊 義大利怕你知道 有時候睡前想要吃一點 就是酸辣的那種糖 因為我怕當地比較沒有這一種 然後我就買了一個辛拉麵 跟一個泰式酸辣 你應該買粥或者粥之類的 沒想到 對啊 我剛才只是突然想到 義大利麵很多麵類 帶個粥類的好像還不錯 粥也不錯 我們等一下去買 好 想說杯麵的話 那邊如果熱水 就很方便泡 然後這兩袋很像 一袋是保養品 那保養品的部分呢 我之後會跟那個我的化妝 一起跟你們分享 因為有些東西有新的產品 然後我覺得也很好用的 我就是在未來的那一集會跟大家分享出來 好嗎 那今天這一集就不介紹囉 電棒捲是出國外必帶的東西 上一支我覺得很好用的 他也是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電壓的問題 那這支呢 這支我還不確定的 這支可以 這支可以 太好了 那記得看那個 看什麼 要怎麼看 110到240 好 太好了 那這個在國外就不會爆掉 對 我很需要電棒捲 太陽眼鏡也是出門很必要的 尤其去到那個很熱的地方 好不好 這要把它塞進去 這邊就是包裹區 對包裹就是配件 烤你 這個是什麼 這是泳衣 內衣 這是草編包 這是化妝包 這是我的泡麵 鞋子 保養品 這是什麼 防曬 有 真的是有認真在收納 有 不是亂放的 對對對 還有一區 這一區也是很必要的 好不好 然後我覺得平平灌灌的是最難裝 也很站位的東西 所以呢 你們一定要買一些這一種 這叫這叫什麼baby 藥盒吧 對 日常的話 退黑基礎 台灣買不到 對 沒有辦法進口 真的喔 這是我們在美國買的 喔 在美國買的 OK 小眼震動 頭痛的時候 假設你在那邊二雀 三雀 過舒服的時候 很需要一些那種吃痛 沒錯 這個是福哥很需要的 因為他腸 他腸胃不是很好 有時候真的吃到什麼 太髒了 對對對 他很需要這種 起床如果水腫的部分 我都會吃這個草本藝人錠 藝人錠 直接空腹六顆下去 美白 美白 消水腫 對消水腫 這個我很喜歡 這個我也超推的 如果你們有 你們有去日本一定要買 就是我很愛推薦給我周邊的好朋友們 就是有在喝酒的 或者是平常熬夜啊 那是固肝類的東西 肝臟水解物 好不好 那這種東西詳細的 可能都還是要去問那個 藥劑師啊 或是醫師 對 這個只是給你們看 我們平常有在吃的 對啦 結束罪很厲害 可以買 然後再來這一罐是 朋友就是推薦可以補美的部分 那主要作用是什麼呢老公 就是幫助睡眠啊 神經修護 對 有神經修護的功能 這個也很棒 那都是網路上說的 對對對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那個 我們還在備孕的狀態 所以就是 這三瓶是我每天在 在使用的 有一個是 液態維生素D 就是除了曬太陽 因為曬太陽其實不太夠 所以他說這要補充 然後再來是Q10 然後這個 這個應該是 這是什麼 維他命 就是綜合維他命嗎 反正就是也是要每天吃啦 忘記他的名字了好不好 然後再來是很重要的 益生菌 那這個我先不露出 因為這個益生菌的部分 之前最常吃的 現在買不到了 買不到了 然後現在目前吃吃看其他的 還沒有 真的很有 對啦 對啦 我也還沒有試吃過 所以益生菌很重要 好不好 反正我們就多試試看 沒錯 大概裝好了 我的一箱半的行李 衣服 一箱 然後配件之類的 手邊在這 雜物 其實還有一些空間 所以還不到一箱半 然後在這邊可能就是 購物用的另外一半這樣子 購物用另外一半在這裡 購物用的另外一半 購物用的另外一半 那個空間比較乾淨的地方 出國必備 一定要跟著我們一起走囉 對 行李即便再滿 對 我們都會帶上 然後還有我們剩下的那個 一些比較3C類的 就是會交給福哥 會放在我這邊的 對對對 來 這個是 萊卡的Q2 照片拍起來很漂亮 我知道他出Q3了 我知道啊 對 我把它賣掉 然後再買Q3 對啊 這個好用啊 然後這個就會放在我的包包 這比較貴重一點 然後電池的部分 就把它拿出來 裝在這裡 這盒子我覺得很好用耶 這是買GoPro的時候附的 對 就是什麼耳機 對啊 然後麥克風 然後各個電池 對 還有一堆線 線把它綁起來 然後充電器 對 這會放在那個加成的部分 再來很重要的是福哥 買了兩個厲害的東西 第一個 前去滑雪的時候就想要買 就是綁雪板的 有一個密碼 避免雪板被偷走 但那時候就覺得好像還好 反正大家都看得到 但這次去歐洲怕坐火車的時候 行李被拚走 又跟在睡覺 所以我們就買了一個可以扣行李的 很酷耶 然後他一扣上去他就 對啊 而且這個線蠻粗的 對 起碼讓小偷覺得 偷我們的比較麻煩一點 對啦 他不要身上有帶剪刀就是了 他有帶剪刀 他應該也會先偷別人的 對 就降低降低的可能性 另外一個還有很厲害的東西 這個是無線的攝影機 對 看得到嗎 因為之前也是有聽過 你住在飯店的行李 還是有可能被被翻被偷 對 那我們出去的話 就把它放在行李箱裡面 很可愛吧 他充電 每天充好電 然後就放進去 小小一顆 對 然後手機又隨時看得到那個 他有偵測 就有人經過之後 然後手機就會跳提醒 因為你平常把它蓋起來的話 理論上他應該不會被偵測到 所以有人動你的行李的話 你就可以趕快發現了 然後都會上傳到雲端 即便他這個拿走都沒關係 很不錯耶 他會在雲端 那你買這顆多少錢 幾百塊吧 可以喔 對對對 為了一些安全性 對對對 就是確保東西不要被偷走 當然大家不要帶太多東西啦 貴重東西的性量就是 千萬不要帶 對 然後還有 220歐洲的 插頭 這也是要記得帶 沒錯 其他還有什麼小東西 比如說棉花棒 我覺得是可以的 然後還有那個 因為這次飛行時間比較長 我們也要準備一些 在飛機上 我就是帶了一個那個髮夾 然後牙刷牙膏 還有洗蟹跟那個 花樣品小罐的 謝謝廠商 就可以在飛機上使用 很棒喔 然後這個包包 登機的時候可以當 對 裝電池 對 裝電池 然後貴重物盆就放在裡面 對 然後這一次品牌 我們自己出的那個 帽夾很不錯 有些帽子很怕壓嘛 就可以直接夾起來 然後這磁力蠻夠的 剛才那要剪掉 這樣子 就是一個造型 然後也可以 收納 對收納 就是不怕壓 對 不然帽子都不知道放哪裡 對 覺得這個是很貼心的好不好 讚讚 對 很可愛 然後如果你家裡有 沒洗筷的話 可以帶著 帶著去吃泡麵 怕飯店沒有那個叉子 對 對 而且還有一個很酷的 對對對 這個 它是那個解酸痛的那種貼布 這個很特別 它叫什麼 量子石墨吸能量鐵 就是你有酸痛的地方 就貼大概五分鐘 再撕下來 你知道那個地方 會有點熱熱的感覺 很像貼沙龍帕斯 但它是可以重複性的 它可以重複使用 我記得好像一百次三百次 想說帶一片出國試試看 就是腳真的很鬆 或者是什麼肩膀 哪邊痠的時候 對對對 然後最後一個提醒就是 我明天我就想說 直接穿這樣子去那個機場 然後記得 不管是去熱帶國家 還是要戴一件那個 國外套 因為有些室內或是很怕曬的時候 你們還是要P一下 死亡角度 對這死亡角度 你要幹嘛 然後我現在還有帶另外一件 反正就是 薄外套還是要戴著 因為你看現在 義大利也是跟台北一樣 熱爆 我相信應該是很曬的 所以 對薄外套 男女生都一定要戴起來 那在機場上又好冷喔 對啊 戴起來喔 打包到這邊 那你們還有想要多了解 其他想要知道 想要了解的主題 也歡迎你們在下面留言 分享給我們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然後還有什麼 咪咪咪咪咪咪咪 訂閱小鈴鐺 按小鈴鐺 好 那我們這一集就到這邊結束囉 掰掰 福哥 拜拜 福哥 自己搜尾有沒有有一點尷尬的感覺 好硬